歡迎收看大人畫質 中國大陸的房地產發展 向來獨具特色 現在這個成千上萬的 這個房地產交易 據說也可以像上網團購一樣 去競標 對 那網路究竟對大陸的房地產市場 帶來的影響 跟產生來新的營業模式 我們今天要聊聊這個話題 現場來賓是張永和 兩位主持人以及各位觀眾大家好 張先生他是大陸房地產的投資專家 同時在上海非常多年 15年的時間 同時也在上海交大交數 先跟大家講一講 因為我們提到說這個房地產的買賣 在網路上面 其實在台灣早就有了 在網路上面看房子 然後在線下去買房子 一點都不稀奇 那可是今天要跟大家講 是因為中國大陸的房產營銷 然後在網路上面有一種新的模式 叫O2O 那他實際跟我們有什麼不一樣 實際上來講的話 過去我們的在台灣的O2O的話 他可能是一個仲介公司 甚至也是屬於開發商自己開發的 自己設立的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這樣設立的話 就是本身就是有一點廣告的性質存在 對 然後現在我們所談的這個O2O的話 反而是屬於這個建設公司跟消費者中間的一個平台 然後因為在一般的消費者的話 對於這個開發商設立的這個APP的軟件的話 反而只是看產品不見得是屬於信任 都是有這樣的一個轉變 所以說這是屬於新型態的O2O 就是第三方 也就是說第三方過去是我們有所謂的代銷 對還有仲介 但是因為這個成本 人力的成本 還有說廣告的成本來增加 他一般現在建商還有說消費者 他想要把它去除叫做去仲介化的 以模式叫O2O 可能透過網路的話 就拉近那個消費者 有意買房子跟建商的距離 把中間的環節去掉 是的 是 就去仲介化 他就是把我們所謂O2O 就是線上到線下的那個概念 進一步落實到房地產的銷售上面 沒錯 我覺得我們需要透過一段影片讓大家了解 先弄懂到底什麼叫做O2O 接下來我們再繼續來聊 到底如何表現在中國大陸的房產交易上 O2O Online to Offline 線上網際網路和線下實體業務結合 從網路平台出發 消費者透過線上挑選喜歡的商品 再到線下實體店面消費 不僅省時也享有網購的優惠 線下業者也能透過電子商務的會員數 提高曝光率 像這樣互利供應的合作模式 從餐飲 飲食到房地產 眾多商戶 學習創新 整合行銷 利用O2O模式迅速前進 在電腦上 我們筆電上面運用 對 然後現在的話 他無時無刻都想要知道房地產相關的一個訊息 而且是透過這樣來買賣 或者在租賃 那也就是說這樣的一個訊息的話 他就可以更明確的他想要做什麼 當然呢 這些在設立APP這樣的一個平台的公設的話 他想要吸引 他用很多方式來去把它運作 有沒有一個比較具體的例子說 比如說哪一個建商或哪一個案子的話 他們是用一個什麼樣模式來成功的去運作的 有沒有 我們具體舉例好了 就是他透過網路 就O2O來展現在他的那個銷售上面 營銷上面 有哪一些方法 他們怎麼運用 那比較運用的應該是比較成功 是屬於租賃的部分 為什麼呢 光以上海而言的話 一年要增加60萬的一個人口 那60萬人口的部分 很多都是屬於增加 大部分都是年輕人 年輕人 他基本上扣掉他父母親住的 或者他已經也購買 購房的 可能有二三十萬的人要租房 新的每一年 新增加他就要透過APP來租房子 那租房子的話 也就是說屋主 房東 這樣的一個訊息的話 就掛在網上 那以前我們是可能掛在所謂的黃中業者的一個網上 或者是屬於這個 屬於網路的一個房地產的一個網 他現在不是說是APP 那也就是說我一樣同事可以搜尋 這樣的話 就很簡單 很明確的去中介化 中介公司我就不要 我直接跟房東直接接觸 那我直接帶看房子 那他這個的話 會不會 比如他架式這個APP網站 APP那個城市跟這個平台的話 他會不會跟雙方的哪一方去抽取佣金 或者不然他這個平台怎麼去運用 對 他賺什麼 對 他的一個商業模式 就是房東 我要去掛在上面的話 我要付費 對 那我要掛在前面 我排名 排在前面 我是新盤 對 新的一個掛在上面的話 就有排名 我就還付費 就是每次 每三天 可能是五十塊 然後累積的話 其實也是蠻可觀的 是 而且這個量 在運作的話 這個是蠻可觀的一個數量 現在的話 透過 會透過那個歐除歐來去投資房地產或財產 主要還是年輕人 因為可能上了年紀的話 他不用那個智慧計畫 他就沒辦法使用了 對不對 而且沒有安全感 他的一個購買模式是很傳統的 去看房子 看怎樣 這個是過去的一個銷售模式 然後年輕人的話 他是屬於的一個網路購物 他已經習慣了 他覺得他是完全人性的 所以說他都什麼事情都在APP上面使用了 可是問題是 年輕人的買房子能力有那麼強嗎 他這種新的房地產的那種營銷模式能起到多少的作用 這如果說比較大的城市 所以說剛才講到的是屬於比較偏小型的小型的小套房 這樣的總價低的 單價 其實在月月拍的時候 這個時候單價他已經也不太清楚 環境他也不清楚 沒有錯 他也去看 這個比較年輕的 他所看的就是說 我能買到房子 而且我是透過APP 這什麼事情是我的習慣的購買方式 然後這樣來做的話 其他效果就是有更多的 然後建商呢 他可以跟這一個世代的人 就開始做連結了 這個是趨勢 他沒有辦法 所以說 不論你說效果好不好 但是有個起點 他們所樂意接受的 那這個話會不會比較限制在那個 局限在特定層 那比如像上海的話 他可能房地產市場就是原本就很熱門 那電商可能就不需要用這種方式去特別去做促銷 會不會有那種地域的區別 就是哪個地方比較熱門一點 比較熱門這種新的營銷方式 歐出歐買房子 反而不見得是熱門的區域 而是屬於熱門的公司 也就某些公司 他最疑 對於這方面 因為這些公司 基本上就是中國的前幾大 他全國可能都有 他這樣的話 其實他在搜尋這個大數據 這樣購買的人 也就是說 他不見得是某一個區域 是 那也就代表說 我們的思路就是還在穿透 這些年輕人 他在 他在上海 他也可以看 看那個 這個安徽的一個房子 因為他的一個總價便宜 然後可能這是他們所喜歡的一個建商 他可能就會去買 而且沒有限購 這會不會是因為建商在大環境不景氣 就打房的情況之下 他們想出來的一種新的營銷方式 是的 沒有錯 這個就是一個模式 但是你說 以獅子上的效果 好不好呢 基本上在剛開始的話 獅子效果並不是很好 並不是你想像 但是呢 他不斷地升級換代 知道說這個APP世代的智慧型手機的年輕人的一個思路 他會再變成說 一直不斷地成長 那這個時候 這五眼佛界了 不要看說 現在這樣好像不怎麼樣 那今年的話 可能又是翻倍的增長 那明年過個三年 可能是十倍的成長 這難以想像的 所以說 他們不得不一定要這麼做 是 我們說那個 透過O2O的方式來買賣房地產 簡單來講 叫做去仲介化 對仲介來講 它是一種危機 可是對建商來講 它卻是一種商機 為什麼呢 廣告後 我們還會來告訴大家 但是大家可能更多的關注在商這個方面 以為做電子商務就一定是在線上賣東西 可是大家沒有關注到萬大的電商 是突出一個O2O的概念 不是為了賣東西 我們提出一個很明確的一個口號 可能被大家忽略到 就是我們提出來做智能廣場 我們一個 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在一種互聯時代 通過這種線上線下的融合 來促進消費的一個模式 現在透過所謂的O2O 也就是線上線下去買賣房子 除了可以精準找到消費者之外 它非常重要其實是在背後的商機 因為賺房地產買賣 那只是第一步 背後還有更多的商機在裡面 因為它收集到了 據說是大數據 它到底收集到什麼 可以這麼講 過去以開發商的話 他不斷地 就是所謂的建商 他不斷地去 去蓋房子 造房子 賣完 就不慣了 最好你這些客戶不要跟我聯繫 因為我要賺大錢 你跟客戶跟我聯繫的話 你都都只能說 我說你物業費沒多少 還有說一些抱怨怎麼樣 我最好不要接觸 但是呢 現在開發商而言的話 因為以中國現在的一個情形就是 它要純粹的一個住宅 是非常的稀少 也就是說它住宅要加商場 加商業 那我這些的住宅 我覺得這些的客戶 消費行為 因為每一個住宅 每一個小區都有它的一個客戶的階層 是屬於年輕階層的 屬於這種70後的 屬於豪宅的 或者說屬於各方面的話 都有不斷地一個 不一樣的一個屬性 不斷屬性 但是它的消費習慣都有一些雷同 有些雷同的話 它擁有了這些的一個大數據以後 在它臨近的一個商場 它就可以來設計的更完整了 可是它收集到什麼數據呢 我不過就跟你買個房子 你能知道我什麼數據 好 那也就是說 它現在某些比較大型的一個建商 開發商的話 它就是跟APP公司 或者說現在已經本來在線上 已經非常有名的 就做一個合作 然後在它的一個小區上面的話 我做APP 也就是說 你各方面的社區的服務 都可以透過APP 你要找 找物業 要怎麼樣 我APP 叮咚 它物業就會過來 這個是屬於小區的 它就可以設定了 然後呢 它開始 甚至於 如果說一個郊區 它可能需要購買生鮮的蔬菜 你說網上購物 那都不是 都是日常用品 但生鮮蔬菜是比較難 但是現在這一方面 它也把它說購買的一個習慣 都把它累積起來 那如果 我這麼說好了 比較大的一個開發商 都是十年 或者說二十年的一個開發商 它過去的話 怎麼辦 它現在的話 就是透過 我做物業服務 我給你房子做了一個維修 那你要登記 你現在是誰住在這裡 或者是年輕人 老年人 它消費習慣是什麼 我幫你維修 其實是免費的 但是你有代價 你要幫我聽這些表 這個就是一個 累積的大數據了 出來以後 那個 住在這個物件裡面的人 它的基本成員有哪些 然後他們喜歡什麼 然後需要什麼 他就透過他物業的服務去累積他們這些基本資料 然後再進一步去運用它 對 那就產生了說年紀大了 可能是需要什麼 屬於中年人 年輕人 或者說有中年人 配合年輕人 怎麼樣的一個組合 怎麼樣的一個產品 就慢慢出來 但是這個開發商的話 也就是說 它會從一個過去的一個建商 開發房子以後 它變成一個開發的一個服務商 就是屬於開發服務商 就剛才講了 因為現在中國的新常態 就是屬於人口也沒有再增加 但是它在老化 那也就是說開發商 慢慢以後要蓋房子 也就是它過去的商業模式的話 是有太商榷了 一直蓋房子的話 那怎麼得了 開始買房子還是越來越少 是 是 可是它像這樣子的話 比如說這些這些住戶的話 他為什麼願意把這些資料 比如說我家裡面住哪些人 然後我們的那個年齡 消費習慣 對 消費習慣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為什麼要提供給 比如提供給建商 那這樣子我是不是我影視化 全部都暴露出來 還有個資啊 對 當然當然有這個問題 但是就我跟你講的比較 年紀輕的 是 我剛剛簽合同的時候 簽合的時候 我就做一些這方面的一個訊息 然後但是我有跟你往來 用APP的我跟你往來 是 我現在什麼時候要交房 對 我現在這個房子已經蓋到哪裡 你就會習慣已經跟它在一起了 舊的 我剛才講的就是說 它已經住了十年了 十幾年 房子以前的質量會比較有一點問題 它透過說 我免費來跟你維修 或者維修 查查這個馬桶啊 排水啊 怎麼樣 這些難免都會有一些問題 但是你就是 這個就是一個大家 你 因為我要知道你的服務是什麼 你希望的是什麼顏色 然後我就給你 你需要填資料 其實這個就是一種交換 但是你說 完全是不是真實 人家願不願意呢 當然我不敢說完全願意 但是呢 其實下來說總比沒有好 這是大數據的積累的開始 所以換句話說 它是用漸進式的方法 去收集你的資料 是 從你上網看房子 挑房子 是 然後下訂 是 呃 成交 到最後裝修 對 然後你住在那邊 你需要什麼樣子的物業服務 它一步一步把你的資料 全部都收集起來 是的 然後進一步去分析跟運用它 對 那就可以做很多的服務了 可能不是開發商所專長的 但是它可以去投資 因為開發商現在資金也足夠 比如說它衍生哪些服務處 所以你剛剛提到就是 幫裡面的住戶去購物之外的話 還有哪些衍生出來的服務 對啊 什麼叫智慧社區 對 因為他們把這個叫做智慧社區 好像是很大的建商它在推動的 是的 官科嘛 是的 因為這個很大的建商的話 它其實很早就有所謂的 智慧的一個社區的一個概念 那以前的一個概念只是說 我可以透過電話 我可以將我的那個電鍋 可以啟動 空調可以啟動 但是現在已經開始增加了 除了這個的智慧以外 就是買賣的行為 買賣行為的話 也就是它不斷地會推出一些東西 一些產品 比方說 那也就是說日常用品的部分 你基本上要嘛 那日常用品的部分 跟某一個做日常用品很大的 來去做 我就會合作 那你快遞來到我的小區 OK 我不讓你進去我的小區 再過來這一段是我的物業去做的 這個就是一種壟斷 它可以這樣子做 其實應該建立在我們台灣 比較沒有的模式叫做物業服務 這個在大陸反而是他們可以快速的進行 O2O的廣泛運用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物業到底在中國大陸 它扮演一個什麼樣子的角色 在以最傳統的話 最早期的話就是 在開門關門 這是屬於那種 小區管理喔 不是只有這樣喔 最早期的 然後之後它的開始的話 服務就越來越深入到你的家庭裡面了 然後現在的話是深入了到 你的購買行為 這樣的話就增加了深度就不一樣了 等一下進行的太快 我覺得觀眾一定會聽不懂 因為大陸的物業 它提供的服務其實是 比我們的管理員要更多 對 比我們的小區的管理員要多很多 除了帶收你的郵件之外 其實包括你家裡的馬桶堵了 或是你的燈壞掉了 水電都有問題 你只要打個電話給物業管理 它就會幫你找人來修 你不用自己去找水電追著水電工 我們可能是在台灣是要找水電行 可是在大陸的話 就是我們去找物業來處理 對不對 對 找物業來處理 然後你只要說你要的東西 你可能要去水電行去買一個 這樣的一個燈泡 它可能不跟你購買 如果購買的話另外付費 它要變成出去去買的付費 看是30塊或者多少 然後這個物件是多少 你願意不願意 願意的話我就幫你買 不願意的話 你就自己買 然後你下次你買 我來幫你裝 這個是現在是普遍的行為 就是這樣 對 因為他們的小區裡面的物業 我覺得可以提供 非常大的生活便利性 是的 然後透過日常 不斷地去跟這些住戶接觸 它就可以去掌握到 他們一些非常精準的消費習慣 跟消費行為 沒錯 然後把這個再進一步去擴大 變成如果我今天要買那個醬醋茶 就我需要買任何東西 我只要透過APP去通知物業下訂 它可以來幫我修東西 就還可以幫我買 對 而且可以知道說 你如果傳統的APP 會送到屬於這個小區的一個門口而已 但是送不到你家 除非你常常在家 但是物業的話 就是到你下班了 好 OK 那我就可以送 你下班的時候 我就可以送到你家了 也就是最後的100米服務 就是在這裡 可是這樣子看起來 對建商來講是好的 因為建商變成 我除了當建商之外 我可以當物業 對不對 它拓展到物業那塊 而且物業那塊我還不只賺 這個房屋的小區的管理的錢 還包括零售 零售業的商機 它也賺得到 是的 是的 那這樣子 整體看來對建商是好的 可是對房仲來講是不好 對不對 對 對房仲的一個 跟客戶的一個接觸 就越來越薄弱 那房仲不就要消失了嗎 在大陸 這會 會它的一個市場 會不斷的縮小 但是你說消失的話 這還要一段時間 因為比較年紀比較大的 它還是比較習慣是仲介 那可能呢 但是話要說來 十年後 這個仲介 是會消失 至少只剩下兩三成 我為了要省仲介費 我當然就O2O了 誰去跟你那個 透過仲介 然後被他賺至少6% 台灣是6% 大陸不止吧 那個仲介費用 大陸還是比較少一點 少一點 只有一% 對 是買方還是賣方 不一樣 買賣雙方都要交嗎 是1% 這是有規定 但是 跟台灣不一樣 就是它的一個購買行為 是很快速的 雖然聽起來好像是比較少 但是台灣的話 這購買行為是比較慢的 它購買行為是很快的 對 網路科技的運用化器 對有些行業有利 對某些行為可能就會受害 所以現在馬上回來 中國大陸電子商務的發展跟運用 比台灣還要快 還要快而且運用的範圍更廣 它從中可以去收集到消費者的消費行關 形成一個價值非常大的大數據 我們的網友就問 大陸房地產O2O形式 有哪一些是值得台灣來參考的 在台灣值得參考的話 這當然分為租賃的一個部分 這個在台灣也有的 然後如果說用這個開發商的 因為在大陸的一個開發商 它所面臨的它的體量比較大 它的一個參考的一個數據比較多 而且它願意去深入 因此這些的一個模式的話 這個是我們台灣所需要的 因為台灣的一個物業管理的部分的話 是還是比較傾向保守 因為大家的私密性 但是還沒有去深入 但是屬於年輕人這方面的 使用者的住宅的話 覺得是應該是可以去做參考的一個模式 可是它比如說以建商來講的話 台灣建商的話要參考到那個 就是O2O的模式的話 是從營銷那個部分去切入會比較快嗎 可是像比如台灣的建商 比如它規模太小 可能一次的話 它只賣40戶50戶的話 它用這種模式會不會 其實成本來講 相對來講是比較高的 是會比較高的 但是這個大數據的一個積累 但是還是有必要的開始 應該是講說開始 它甚至於說就是一樣 它過去所做的一個開發的部分 當然屬於大型的一個建設公司 才有辦法做得到 如果說一按一個公設 它可能都不會去做這個 不過我覺得營銷模式上面 也許台灣的建商是可以參考的 因為我們現在的這個 預售屋的銷售方法 是被動的在那邊等著客戶上門 或者發廣告單嘛 對對對你看我們又在網路上 有好多人肉的那個招牌 在那邊舉牌 那其實它如果比照中國大陸的 那個建商的營銷模式 就是它在網路上面先發一些折價券 比方說我還沒有開始賣的時候 如果你先下訂 我就給你多少的折價券 給你幾萬塊的折價券 然後日後等我開始預售賣的時候 你來看 我就讓你抵 你不看我錢還給你 大陸就這樣用啊 所以它短短很短的時間內 因為一個星期它可以賣40億人民幣的房產 你不看它發展的速度有多快 對不對 然後還有他說 那個團團賺就是團購券嗎 是團購券 像這個東西都是台灣建商 我覺得都是可以參考的啦 不過網路科技的話 對現代人的生活的話 影響越來越廣 之後可能還會有新的運用 只要我們繼續觀察 對所以我們要跟上新潮流 否則就是O2O 另外一種O2O 這樣大家才可以體驗美麗新世界 今天非常謝謝張友和 謝謝你的收看 我明天繼續打耳換氣